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新闻智库 大批荷里活名人的私人相片 怀疑被黑客盗取之后公开 外界估计事件是与苹果iCloud 云端储存服务有保安流动有关 云端储存近年越来越流行 只要将资料上载到云端伺服器 就可以在不同的装置浏览 也有备份用途 科技公司就预测 云端储存在全球资料流量的比重 也会不断增加 好像是网络设备制造商C4 就预测去到2017年 全球云端数据流量 会增加到5.3cb 是2012年的4.5倍 也预测在2017年 云端数据流量 会占全球数据中心的资料流量 大约是6.8 究竟cb有多大呢? 1cb等于1万亿个Gigby 用一支8G USB记忆体去换算 即是要1250亿支手指 才能安装到一个cb的资料 云端储存的重要程度 也可以在用户数目看到 好像Dropbox 现在用户有3亿 短短半年之间增加了1亿 Google Drive的活跃用户有1亿9千万 至于iCloud 苹果在去年7月公布 用户人数有3亿2千万 面对庞大的市场 云端储存服务商近期就爆发了减价战 去争取市场占有率 物济Dropbox就将专业版的费用 减到1TB 每个月9.99美元 和Google Drive的费用是一样 同时不少服务商 亦都增加了免费版用户的储存容量 令到用家可以上载更多资料 云端储存服务是够方便了 不过今次影声验照外洩的事件 就显示了如果保安功夫做得不够的话 放在云端侍服器的资料 就有可能被人盗取 有科技资讯保安专家就说 如果储存服务有提供双重认证功能 用户应该启动去加强保障 保安专家又强调 上载资料到云端是等于将资料交给第三者 令到用户自动丧失部分的控制权 用户最好避免自动上载资料 亦都要避免上传会暴露个人资讯的档案 只要做好所有装置的保安措施 外洩资料的可能性亦都会大大减低 今日新闻智库讲到这里